建立一个两岁三个月 那两岁三个月其实就是18帧 就是那个那两岁三个月 各位365天 365乘以2再加90 这是两岁三个月 再加30 等于365乘以2 加上四个月 120天 850可以吗 850 就是说我把刚刚这一个出生天数 出生天数 出生天数分类 把它改成这个1855 改成850 然后这个叫做两岁三个月 可以吗 就是把刚刚这个地方1855改成850 这个出生天数分类 请把这边1855改成850 然后后面白是五岁 请改成两岁三个月 我们 请把它复制页面 对了 对了刚刚有一个地方我有做修改 这个一岁九季漏针 我有一个地方做修改 这个蓝你要放的 本来是放谁 本来是放一岁注射日期2月 现在要换成一岁注射日期6月 这已经不是新生额二月了 所以这个标题也要改 我要6月 6月把它放到 放到刚刚这个 本来本来是这样子了 本来应该是这样子 就是一岁注射日期2月 就是出生满两个月 那是真的追踪 可是这个档案应该是要追9针 所以要换成它 所以请点到这张资料表 点到这张资料表 然后麻烦请把这个 这个一岁注射日期6月搬进来 然后把这个一岁注射日期2月拿掉 那请把这个标题也换一下 这个标题 这个标题 好 我们来去看一下 这个标题 标题我要改 在格式里面做修改 它就不是新生额二月了 应该是一岁 一岁 漏打名册 一岁漏打名册 这是总共漏打了282针 然后这是人数 人数 人次 2018年有27人 符合这个资料有527位小朋友 已经满两 就是说那个一岁到两岁三个月内 可以吗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发现 这个时候的比例是相对比较高的 这个时候的比例是相对比较低的 这边只是1.9%到2.8%差了1% 因为1%代表的意思可能只有差几位小朋友 2000人的1%就是20人 所以在这边厚下10右边也就会有什么 连称呼 低颜柱